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墨加协议的最新动态 这个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协议 现在面临美国政客的阻挠 除非加拿大和墨西哥做出新的让步 美国担心中国利用这个协议绕过关税 特别是在电动车领域 此外,美国政府还希望加拿大限制来自新疆的进口商品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冷战历史专家沈志华的见解 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重建俄罗斯帝国 这对中国构成了安全威胁 随着中美关系恶化 中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沈志华强调,经济脱钩可能会引发新的冷战 并且每一个细节都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冷战并非不可避免 经济合作才是关键 最后,加拿大也在考虑 是否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关税 这一举措是跟随美国的脚步 美国早些时候将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了百分之一百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其他部长表示 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行动 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这样的谨慎态度显示出加拿大在中美之间的微妙平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报道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再次面临风险 美国要求对该协议进行修改 认为中国正在利用USMCA绕过关税进入美国市场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总统 美国两党领导人都准备阻止协议的续签 除非加拿大和墨西哥做出新的让步 特鲁多政府曾成功实施全员动员策略 以拯救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现在又到了全员动员的时刻 美国担心中国通过在墨西哥的投资 特别是在电动汽车领域 绕过关税进入美国市场 并希望加拿大采取实际行动 限制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拿大需要改变其信息传递方式 强调贸易对美国的好处 而不是泛泛而谈贸易对所有人的好处 南华早报采访了中国冷战历史专家沈志华 讨论了冷战历史对当今中俄美关系的歧视 沈志华认为 普京试图重建俄罗斯帝国 这对中国构成安全威胁 但由于中美关系紧张 中俄再次因共同敌人而走近 沈志华指出 中国应坚持改革开放初期的不结盟政策 不应因意识形态划线 沈志华还提到 冷战时期中朝苏三角关系的复杂演变 以及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后 朝鲜获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 如今中美关系再次紧张 中朝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沈志华认为中国应谨慎处理 以避免全面冲突 南华早报还讨论了加沙危机暴露的 美国领导层的虚伪 尽管美国自诩为自由和权力的捍卫者 但在处理加沙危机时 却表现出双重标准 美国国会对以色列的支持 是两党一致的 尽管校园抗议加沙战争的声音日益高涨 但不太可能迅速解决冲突 联合国大会近期支持巴勒斯坦 成为正式会员国的提议 显示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 国际刑事法院也在追究 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的战争罪行 尽管美国继续视自己 为全球秩序的守护者 但加沙危机可能会动摇这一形象 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国的怀疑也在加深 南华早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于周日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准备与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举行会谈 重点在于深化两国关系 普京在塔什干独立纪念碑前进献花圈 并与米尔基约耶夫进行了克里姆林公所称的非正式会谈 正式会谈将于周一举行 这次访问是普京自五月第五次就职以来的第三次外访 他首先访问了中国 对中国提出的结束乌克兰冲突的谈判建议表示赞赏 随后前往白俄罗斯 俄罗斯在该国部署了战术核武器 在前往乌兹别克斯坦之前 普京和米尔基约耶夫讨论了一系列双边合作问题 包括贸易和经济关系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正在关注美国总统拜登本月初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实施的大规模新进口关税 但尚未承诺在加拿大实施类似措施 目前中国品牌在加拿大电动汽车市场上并不占主导地位 但随着特斯拉将其销售给加拿大的车辆 从美国工厂转移到上海工厂 过去一年中从中国的进口量激增 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主席布莱恩金斯顿表示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已经在欧洲取得了重大进展 并计划进军北美市场 他指出 加拿大不能与美国的政策脱节 并建议加拿大应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进行反倾销调查 以应对可能的中国电动汽车涌入加拿大市场的情况 南华早报报道 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脑塞达在周日的选举中赢得连任 选举结果显示他获得了76%的选票 脑塞达在首都维尔纽斯对记者表示 选民给予他极大的信任 他将致力于实现全体立陶宛人民的福祉 脑塞达和他的对手 总理英格利达·西莫尼特 在国防问题上意见一致 但在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上存在分歧 立陶宛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 政府最近提议增加税收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 并计划购买坦克和额外的防空系统 脑塞达主张改变台湾代表处的名称 以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而西莫尼特则反对这种做法 选民们也对候选人的个人特质 经济政策和人权问题表达了关注 Nickey Asia报道 随着中国股市的近期反弹 西方银行对在华投资业务的前景再度燃起希望 包括瑞银和高盛在内的全球银行 在5月17日中国政府批准一项大型救助计划后 纷纷上调了对中国境内外股市指数的预测 这一救助计划旨在支持中国疲软的房地产市场 尽管外国投资者对这次股市反弹能持续多久 仍稀存疑虑 但市场情绪的转变使外国银行更容易出售中国资产 高盛在5月20日发表的报告中指出 这次反弹使MSCI中国指数在88天内实现了57%的回报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在4月12日更新了10年一度的政策指导 并宣布更多产品将有资产与连接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交易计划 5月17日国务院、央行和住房部门共同推出了一项救助方案 指导地方政府购买未售出的房地产项目 这一政策被许多内地投资者视为利好消息 尽管如此 外国投资者的回归速度仍然缓慢 这意味着银行需要通过咨询并购交易等方式 来多样化其收入来源 南华早报评论指出 香港的国民教育政策在近年来逐渐成为政策制定的重点 政府在2019年社会动荡和2020年北京通过国家安全法后 开始加强国民教育 将中国历史、文化、安全和成就纳入学校课程 教师的行为守则也进行了修订 公务员接受了旨在增强爱国主义的培训 并通过交流计划更好地了解内地的发展 去年成立了一个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高级工作小组 旨在推动爱国教育 陈国基在最近的会议后表示 该小组的任务是将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感情 包括对香港的感情培养成为主流核心价值观 他强调不会在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法律 并倡导通过文化活动、体育赛事和交流来推动爱国主义 这种温和的推广方式更容易被接受 也有助于培养对国家的情感联系 这种转变显示出政府在通过国家安全法后 优先考虑改善经济的意图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